如果说到独占游戏 第一个浮出玩家们脑海中的会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 大部分玩家应该都会事先想到独占游戏鼎鼎大名的王者 索尼PlayStation 从PS2到现今的PS5 又或者是掌机PSP和PSVita 都推出过上百种不一样的独占游戏 当然微软和任天堂也各自推出过非常多具代表性的独占游戏 但我们今天先不提这些 我们把主题专注在索尼身上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Nero 独占游戏有分非常多种 有些游戏也只是独占一段时间 也有一些是永久独占平台的 但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例子 说好是某平台的永久独占游戏 但过了一两年就将游戏发售在其他平台上 这样的操作难道是传说中的微独占吗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角PlayStation 在近几年来就很常出现这样的操作 甚至PS那句非常经典的Only on PlayStation 还一度被玩家们拿出来嘲讽 搞得PS独占游戏似乎已经失去了当年的价值 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项问题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们事不宜迟 Let's go 其实除了索尼的PS Xbox也有非常多独占游戏移植到电脑上 那为什么今天只讨论PS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不管是Windows还是Xbox都是微软旗下的 所以Xbox游戏想怎么移植就随它吧 而且早在Xbox One推出的时候 微软就已经开始放弃独占游戏了 毕竟他们知道自己都不过独占游戏霸主索尼 所以基本上现今所有Xbox大作都会同时登录PC 在几个月前 索尼互动娱乐的CEO就公开表示 公司正在默默的将大笔金额 投入自家的开发团队 以便能推出更多更独特的PS5独占游戏 其实也不难发现 索尼近期都有在为旗下的开发团队做调动 甚至将新的开发商带入索尼大家庭中 拥有PS5或者在未来打算入手的玩家们 这无疑是件好事 但在前段时间 一家有着丰富游戏移植经验的工作室 Nexus Studio也正式加入索尼大家庭 玩家们对于这件事情 第一反应肯定是在猜测 索尼是不是想要进军不同平台 在不久之后 CEO也出来向大家确定 自己很乐意将索尼旗下的游戏 推广到PC平台上 还说到在Nexus Studio的帮助下 在未来肯定会打出一片天 同时这也代表着 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PS独占游戏登入PC市场 这番话一说出来 马上就引起了来自各界不同的声音 有人觉得这样做非常好 当然也会有人觉得不好 这就要取决于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但不管玩家们怎么想 在索尼的眼里 这就是一个营销策略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到 为什么说好的平台独占游戏 会打算移植到电脑上 索尼最原先登入PC市场的独占大作 就是地平线还有死亡搁浅 当被问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作时 索尼就出来解释 这是一种推广品牌知名度的全新方法 不仅能让更多人看见PS平台 还能为后来推出的续作做好铺垫 就比如即将登入PS平台的独占星座 地平线西方境地 官方为了让星座更广为人知 更是大费周章将前座移植到Steam平台上 PS的玩家甚至还能将其免费下载来玩 当玩家们以为自己能在电脑上找到 或者免费下载来玩就已经赚到时 索尼也在同时灌输着你对这个系列的认知程度 以便能让玩家们更期待之后推出的续作 以这样一个营销手法经营到底会不会有效 那就要等到游戏推出时才知晓了 但以现今的讨论程度来看 人气方面肯定不会输钱作 另外不得不说一下已经移植到Steam的地平线 期待黎明 这款游戏的电脑版在去年公开出售后的一个月内 就卖出了70万份 要知道当时这款游戏已经推出3年了 能达到那样的销售量可谓是非常厉害 就因为这点 索尼才有了将旗下的游戏移植到PC的念头 毕竟闯到了甜头又怎么能抗拒得了呢 不知道玩家们有没有发觉到 现今的游戏市场已经开始慢慢转变了呢 从当初佳琪开始称霸整个游戏市场 到现今的玩家们似乎已经更偏向于电脑游戏 相较于家机游戏 电脑游戏的方便程度可不是说多出一两点那么少 电脑不仅可以拿来工作 可以玩的游戏也更多样化 左有最大游戏平台Steam 又有疯狂推出免费游戏的Epic商店 同时Xbox工作室也开始把注意力放到PC平台上 基本上要玩游戏的玩家 首选都必定会是电脑 那只能依靠一个平台来赚取盈利的PS独占游戏 就不怎么吃香了 而且独占游戏讲究的就是品质和独特性 那开发成本肯定也不少 如果遇到销量惨淡的话 情况更是惨不忍睹 所以为了更加保险 索尼也选择加入PC大家庭 而且现今移植平台也不需要花上多高的资金 甚至在多平台上还能赚取更多的盈利 从上一代家机PS4和Xbox One开始 他们已经开始使用X86架构的CPU 这里我就要和各位玩家解析一下 X86架构的CPU早期是由英特尔公司所研发出来 由于效能很强并且能扩展的空间也非常大 所以现今成为了各位电脑CPU中的一个标准制度 也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CPU架构 然而现今不管是电脑还是家机都开始使用同样架构的CPU 这就代表现今厂商更容易将游戏移植到其他平台上 所需的费用和精力也大大降低了 相比起之前复杂的移植过程来说简直减少了不少工 那从PS独占游戏转移到PC平台上简直就是小付出大回报 这也能解释到为什么现今任天堂还在坚持着独占游戏的作风 因为Shitch使用了ARM CPU而并不是较为大众化的X86CPU 同时坚持这样做也能凸显出任天堂独特的游戏风格 在这里我也不得不说任天堂的魅力 虽然说独占游戏一直以来都是他们一贯的作风 但到了现今却还是能只依靠一个平台 就能让自家的游戏创下不少成就 就比如说动物森友会 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3100万的销售量 这样的业绩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成的 任天堂的成功之处就在游戏与游戏机的结合做得非常的棒 他家的游戏机总会比别人的更超前 让玩家们更贴近与游戏之间的互动 这点就是其他游戏公司可以向往的地方 如果以商业角度来看待的话 索尼这样的操作对公司来说肯定是收益良多 但站在玩家们的角度的话就另有看法了 首先要是一款PS独战游戏开始登陆PC平台 这就导致玩家们觉得购买PS主机就丧失了它的意义 毕竟电脑谁家都有 而且这对那些购买PS主机 只为了玩独战游戏的玩家来说 肯定是会觉得不止了 本来PS玩家觉得只有他们能玩到的游戏 没想到过了不久电脑玩家也能玩到 瞬间那款游戏就失去了其独特性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玩家的看法 还有另外一个点玩家们也会担心 照理来说 如果只专注一个平台的话 游戏的品质肯定会比跨平台的游戏来得更好 毕竟开发团队不需要考虑到其他平台的因素 并且还能拥有更多时间把游戏做好 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从2015年开始到去年 PS的独战游戏几乎每年都会被提名年度最佳游戏 就比如说雪原诅咒 秘境探险4 地平线等等 甚至2018年的战神 还有去年最受争议的最后生团者第二章都获得了奖项 如果索尼真的打算进军PC市场 那品质会不会有所降低呢 虽然说以后将会有大批PS游戏登入PC市场 索尼本身当然也不能亏待PS玩家 虽然说会有PC版推出 但那一定不会是优先推出的版本 最先玩到游戏的肯定会是那批坚持PS主机的玩家 通常电脑版会在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之后才推出 这对PS玩家来说就有点早买早享受的感觉 如果玩家真的没耐心等不了电脑版的话 那就去购买一台PS5回家吧 索尼也能借此培养出新一批PS玩家 基本上会抱怨索尼移植独战游戏的都是些PS粉 但对于缺少PS主机 但拥有电脑的玩家来说 这当然是一件好的事 不仅会有更多玩家可以接触到独战大作 游戏厂商还能因此多赚一笔 有了更多资金 厂商也能制作出品质更高的游戏 这简直就是双赢 但如果未来真的开始实行起这样的营销手法 那PS独战游戏确实会上市不少 它原本带着独战头衔的价值 索尼也应该以现实独战的方式推出游戏 而且还不能再使用那句经典的 Only on PlayStation台词 要不然索尼的脸都不知道给自己打了多少巴掌了 对于索尼将独战游戏 移植到PC平台上的这番行为 不同玩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似乎这也成为了改变不了的事实 而且根据一名著名游戏 泄露者在推特所发出的一则贴文 血缘诅咒 秘境探险系列 战神 还有对马战鬼都可能在未来登陆电脑平台上 这位泄露者在过去就成功预言了 王国之星成为Epic商店的独战PC游戏 忍者外转三部曲重制版等等一些重大消息 难道各位玩家盼望已久的血缘诅咒电脑版 这次真的终于要来了吗 但毕竟是泄露消息 所以要不要相信就看玩家们自己怎么看待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不知道玩家们知不知此索尼将独战游戏移植到电脑上呢 有什么看法的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哦 喜欢影片的也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就是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是Naro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